心灵上能够有默契的吧 我不是外貌協会 首先 不是外貌協会 心灵还要有默契 怎么样才能心灵有默契 身高 身高是什么 不是问题啊 身高不是问题 长相呢 那最好别比我矮吧 没没没 我穿了鞋 穿高威胁 心灵有默契 这是个很抽象的词 对 我特别爱话抽象的话 谢谢你 你觉得我适合吗 适合什么 刘亦菲出道之后 出演了非常多 不识人间烟火的角色 她长相甜美 五官轮廓精致 鼻梁高铁额淡脸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应该就是她出演 《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了 还有《天龙八部》 里面的王雨嫣 凭借着两部电视剧中 仙气飘飘的形象深入人心 后来大家也都亲切地 称她为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也成为了 刘亦菲的一个标签 可刘亦菲日常出现在 公众面前的时候 却总被嘲笑 打扮得非常吐气 但实际上她却是 破麻袋包金子 深藏不露 因为她每次手里 拿着的平平无奇的一款包包 可能随便就抵上 一个中产的一年工资 神仙姐姐不只是美得不可放物 她的住所也是 一般人遥不可及的梦想 坐拥1.6万平方米的豪宅里 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 内饰极其豪华 堪比皇家庄园 院子中间有一个欧式喷泉 几千平方米的后院子 用来养猫 此前 刘亦菲和杨幂 杨颖 佟丽亚在同一个舞台上 比较美丽 刘亦菲直接把价值两套房的珠宝 带在身上 头上有几千万的皇冠 手里有一个不起眼 价值九十多万 光是这两件珠宝 就可以在二三线城市 买到两套豪宅 除了豪宅 刘亦菲的豪车也是应有尽有 对于朋友刘亦菲也从来不小气 在之前大火的 《梦华路》 《杀青》时 刘亦菲就自掏腰包 给剧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 都送了礼物 LV和高级面膜都不在话下 柳妍在采访时 说到刘亦菲送的礼物时 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上一部戏拍摄《杀青》的时候 真的送给了我们部门很多同事 LV的礼物 他们都给他们 这一收到最喜欢的礼物 是我们《梦华路》《杀青》的时候 收到的来自刘亦菲同学的 《杀青》礼物 我跟林婷收到的都是项链 然后我们当时就惊呆了 这就有网友喊话 富婆还居朋友嘛 对此网友们就有疑问了 这么优秀的刘亦菲 为何至今还是一个人呢 小编这就不得不提一下 神仙姐姐当年的一个绯闻了 2006年 朗朗的父亲朗国认说当年 有个叫刘亦菲的女星想追我儿子 但是被我拒绝了 我儿子光手指就值一个亿 只有皇室公主才能配得上他 没过多久刘亦菲通过媒体回应 我都不认识他 况且在我眼里弹钢琴跟弹棉花 没什么区别 你觉得可能吗 况且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朗朗是谁 之前出了以后 我知道他是国宝级的一个钢琴家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弹钢琴和弹棉花的 对我都没有太大的 刘亦菲不愧是刘亦菲 一语双关 神仙姐姐还说出自己的男友标准 喜欢善良的 酷一点的 脸部轮廓瘦一点的 这些标准简直就是啪啪打朗朗的脸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既澄清了自己没有导追朗朗的绯闻 还打了四处传摇的朗朗父亲的脸 刘亦菲其实也有过几段感情 但他本人十分低调 唯一承认过的恋情就是和宋承宪的感情了 是因拍摄第三种爱情音细生情 恋情公布的时候也是得到了大家的祝福 两人郎才女貌 十分般配 而好景不长 最终还是分手了 现如今的刘亦菲已经三十多岁了 却仍然单身 大家也就很好奇 为何无人娶呢 直到看到了他18岁的跳舞视频 网友直呼这谁敢娶 原来呀在不久之前 有网友曝光了刘亦菲姐姐早年跳舞的视频 视频中刘亦菲身穿一件黑色小短裙 十分的性感和狂野 跟以往给人的形象大不相同 风格很有多样性 不得不说 刘亦菲真的非常优秀呢 难怪网友们看了都直呼 这谁敢娶 你在我的心里偷信 我也想要我的爱情胜利 或许我是太过爱你 爱情占据不能被你吃惊 你就像你让你好奇 如果要更起不能被你吃惊 没有办法不去爱你 爱情的争取 不能被你吃惊 保持距离 十分难 而也可能是神仙姐姐还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吧 毕竟要跟这么优秀的神仙姐姐在一起 想必那个人也要非常优秀的呢 而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也希望神仙姐姐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